它是沒有東西的 It's empty 它是空的 沒有任何東西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x不等於1 if s不等於1 好 那這裡就很重要囉 我這裡速度會放慢一點 當然如果s不是1的話 你猜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欸 這一格 請問你要填什麼 如果s不是1 如果s不是1 好那你看我這邊喔 如果s不是1喔 這個傢伙 我們可以稍微把它變形一下 把它變成這樣 來分母還是s-1對不對 那分子的話 s三方-s平方 我們可以把s平方把它提出來 然後這裡會變成s怎麼樣 s-1 來請問我這樣寫你有沒有意見 應該沒有意見吧 它就是它對不對 這樣可以喔 這樣OK吧 然後現在同學你再仔細看喔 當s不等於1的時候 請問你s-1會不會是0 不會是0 對吧 對吧 s如果不等於1的話 s-1不是0啦 不管你s帶什麼數字 只要不是1的話 s-1就不是0 那不是0的話 同學這裡有s-1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把s-1把它消掉對不對 對啊 不是0的你才可以同時把它消掉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它會等多少 它會等於s平方啊 所以這一格要填什麼 這格叫做s平方 這樣你懂嗎 這格叫做s平方 好不好 它就是s平方 簡單來說我這邊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跟你講 這一個函數 它的圖形 我現在畫給你看 這個函數的圖形我畫在這邊 來 這個圖形長這樣 y 擋個s平方 這個圖你很熟嗎 它是個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來 它長這樣喔 仔細聽喔 這樣可以嗎 它圖應該長這樣 但是 同學請問你喔 它的圖是不是就是一個完整的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其實並不是 為什麼 因為當s等於1的時候 它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你告訴我 在s等於1的這一個地方 這一個函數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告訴我這個函數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1帶進去 其實這裡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這裡要怎麼樣 這一個你要把它挖掉喔 來 你把它挖掉這樣可以嗎 你把它挖掉 這樣好不好 來 你把它挖掉 所以我跟你說喔 這個傢伙 它的圖形就長這樣 它的圖形就長這樣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它圖形長這樣 因為它就是 它就是一條有缺線的拋物線 1帶進去是沒有東西的嘛 是空的 但是除了1以外 除了1以外喔 你任何數字帶進去 都跟y 擋個s平方 得到的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一個函數喔 這一個函數 這個s-1分之s三方-s平方 這個函數跟我們熟悉的y等於s平方 那一個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這兩個函數圖形 百分之99.999長得一模一樣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在這裡 只有這裡不一樣 一個是有動 一個是沒有動 這樣你聽懂嗎 我們以前學的那個y等於s平方那個圖形 它是完全沒有動的喔 對不對 它就是就這樣很正常的對不對 但是這一個東西 它跟y等於s平方 有87%像 但是哪裡不像 就在這裡 s等於1的時候 它這裡是沒有東西的 就這樣子 可是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同學你仔細聽喔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去想 當s很靠近1的時候 你要仔細聽喔 當s非常非常靠近1的時候 這個傢伙會很靠近誰 我們有兩種方法可以做這個題目 第一個方法就是看圖 如果你能夠畫圖 你看我圖已經畫出來了 來我們看喔 當s很靠近1的時候 你從右邊靠近它 或者從左邊靠近它 好那你想喔 當它很靠近1的時候 吉米告訴我 這個p點是不是會很靠近這個紅色的點 這個被挖空的這個點 對不對 好那請問你喔 當s極靠近1的時候 你的函數值會極靠近誰 這1帶進去啊 你看吧 你很靠近1的時候 你這個高度是誰 是不是就是1 其實我在講什麼 對y等於s平方來講 你s帶1高度是不是1 那這個函數它長這樣 你說老師它這裡被挖洞了呢 又沒有關係 極限就是它根本不考慮1的情況 你在1這裡發生什麼事情 我完全不管了 I don't care you understand 所以它只是說 當s極靠近1的時候 你的函數值會極靠近誰 你的函數值會極靠近這個1啊 所以這一題答案 如果你會畫圖 你告訴我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這一題答案就是1嘛 對不對 如果你用圖形來做這個題目的話 如果你會畫圖 這一題可以這樣做 身為一個高中生 那你說老師這樣很麻煩耶 因為我每一次都要畫圖 那萬一遇到我不會畫的圖形 那怎麼辦呢 來我教你喔 這個東西我們會這樣寫 來哈囉 來請看我這邊 我這裡講的很仔細 來 教學 s很靠近1喔 你仔細聽我接下來要講的話 s很靠近1 請問你 我的方母會很靠近誰 我問你一件事情 當s很靠近1的時候 s-1會很靠近誰 會很靠近0 我跟你講我這邊寫 寫0是指很靠近0 不是真的等於0 他會很靠近0 然後 s-3方-s平方 也會很靠近誰 也會很靠近0 這個東西在數學上 他有自己的名稱 0分之0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不定型 來你把它寫上去 跟無限大分之無限大一樣 這種數學上稱為叫不定型 兩個都跑到0的附近喔 不是變成0 是跑到0的附近 但是跑的速度有快有慢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到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有人快有人慢 有時候會變成無限大 有時候會變成0 有時候會變成其他的數字 在數學上 我們沒有辦法肯定 當分子分我都跑到0的附近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這叫不定型 遇到這種不定型的問題 我們一般來講 解題的時候 都會建議同學怎麼做呢 來Limit 當x-b-1 你要把原題目做改寫喔 啊你說老師怎麼改寫 改寫很簡單啊 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做分解而已嘛 所以這裡就是s-1 分之s三方 減掉什麼 減掉s平方 欸 對不起 早上第一節課精神不好 來 把誰滴出來 s平方滴出來 然後這裡是s-1 哇 這樣可不可以 就改寫 這個動作叫改寫 把它寫成這樣 然後寫成這樣之後 同學你看喔 這裡有s-1 這裡有s-1 可是這個sb-1 同學你要注意喔 這個sb-1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講過 s即靠近1 但是s不等於1 既然不等於1的話 s-1就不是0 啊不是0 我們上一下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把它約掉 對不對 那約掉之後 這個東西它就可以寫成什麼 它就可以寫成Limit 來 然後s怎麼樣 b近1 然後s0方 對 所以變這樣 然後我現在問你嘛 當s很靠近1的時候 s平方會很靠近誰 就會很靠近1的平方啊 1的平方就是誰 就是1吧 你看 是不是這樣就結束了 課本其實就這樣而已 但是你看我花那麼多時間講 因為這個題目很重要 同學你消化一下 我一定要再跟你講一次 來 你講一下喔 思考一下我們在講什麼 哦 啊 我想想看啦 我要怎麼跟你們把這個觀念重新再說明一次 沒關係我一下我會再review一次 因為我希望你們學得很紮實 來 同學 我現在把這個概念再跟你說明一次 來 看我的編證 這個是數學語言 如果這個東西你絕對有一點壓力 聽不太懂沒關係 我跟你講這個部分你就參考一下 你就看這一句話 這個東西呢就是說 當s很靠近某個數字 極靠近 各位你要注意那個極靠近 他是你要躲靠近就躲靠近 比你想像中的還靠近 就一直不斷的靠近 但是他就是不會碰到1 那麼請問你 當他很靠近1的時候 這個傢伙會很靠近誰 就是在問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根本不care他在1這裡發生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開始做了一大堆題目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變成解題的機器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解題 解題有時候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解有什麼 反正有答案出來就好了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從圖形來觀察 這個東西他的s不能等於1 所以呢 s等於1的時候怎麼樣 他是無意義 但是除了1這個點之外 同學這個東西怎麼樣 他的行為 這個函數的行為 跟y等於s平方是一模一樣 他跟y等於s平方只差在這個點 他們的行為只有差在這個點而已 其他的部分都一樣 所以像以前很多學生 他在解這種題目的時候 他會問一個問題 他心中有一個疑惑 他說老師 這個函數 來 你看我把這個函數框起來 y等於這個東西對不對 這個函數跟y等於s平方 這兩個是同一個函數對不對 像有學生就會問這個問題 他說他們是同一個函數嘛 所以你看你把它寫成這樣 再把它寫成這樣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個函數跟這個函數是同一個函數嗎 他們完全是不一樣的函數 那你說既然是不一樣的函數 為什麼你這裡寫等後 他最後會變成他 那是因為這兩個函數 我們現在是要對他取極限 我們要研究 這個函數在1附近的行為 結果我們發現這兩個函數 除了1那個點之外 附近長得一模一樣 對不對 這是不同的函數 你要注意喔 這個傢伙跟這個傢伙 這是不同的函數 他們哪裡不同 他們在1這個點不同 一個有動一個沒有動 這樣你懂嗎 但是極限就是他只考慮1附近的情況 他們1附近長得一樣嘛 就這樣子 在1附近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就除了這個點之外 反正那個點我們又不在乎 對不對 你1發生什麼事情 我本來就不管了 所以這個東西有個名字叫替代定理 用這個來替代這個東西 這樣懂嗎 這是不同的函數 我寫一下 這兩個是不同的函數 這沒存款喔 我跟你講這很難喔 這個初學者如果你從頭到尾 我們都知道我在講什麼的話 你這裡其實已經學得很好 我跟你講你已經學得很好 這極限發展超過200年 這個理論要經歷起來不容易 不同函數 這個數學上有個名字 叫做什麼定理 叫替代定理 這個聽一下就好 OK 然後在我結束早上的課程之前 其實我有一個小小地方 想要complain一下 待會我會講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應該是國中生就要會的東西 來你看我這邊 我這邊寫s-2 然後這裡寫s-3 然後等於s-2 然後我現在問一件事情 同學s等於多少 這是一個方程式 還有位置數的等式 這是一個方程式 然後要解這個方程式 s等於多少 我看過太多學生 做這種題目 他怎麼做你知道嗎 他說老師 兩邊到s-2 他很自然的就把s-2怎麼樣 約掉了 那約掉之後 他說那s-3會等於1嘛 s-3會等於1 所以s就會等於多少 4 請問在座有多少同學是這樣做 我跟你講可以這樣做嗎 其實不可以這樣做 你這樣做中間跳過太多的細節 你知道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請問你 你可以隨便把s-2 你說兩邊都有不是可以消掉嗎 對不對 兩邊都把它除掉 同學我跟你講 你在做處法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要注意 你的分母可不可以是0 你不可以是0 你不能兩邊同時出一0 所以你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想說 要分類討論嘛 同學我問你 這個題目 s等於多少也是對的 s等於多少也是對的 s等於2也是對的啊 通常你們都會漏掉2這個答案 有些人會漏掉2這個答案 你看嘛 你把2帶進去 左邊是0 右邊也是0 等號會成0 2是他的一個根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考慮 如果s-2等於0的話 來等號會成0 然後第二種情況 s-2如果不是0 不是0你才可以把它消掉 然後s-3等於1 s等於4 所以這個二次方程式 他有兩個根 一根叫做4 一根叫做2 這個東西在國中就學過 可是我不知道 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養成一種壞習慣 看到兩邊都有 就會想要把它約掉 但是約掉這個動作 其實要考慮的點其實很多 像你這種沒有考慮清楚 直接把它約掉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發生井根啊 同學你知道嗎 你知道什麼叫井根嗎 就是你會漏掉一個根啊 你的根會變少 你知道嗎 會有井根的情況 像我們已經講 如果你隨便做平方 平方會增根啊 對不對 有可能會增根 你隨便消掉會井根啊 所以你們以前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都沒有想清楚 你們就想平方就平方 想約掉就約掉 反正就我爽就好 你懂嗎 感覺嗎 對不對 就是我高興就好 你知道什麼叫井根嗎 比如說我問你 S-2 兩邊平方變成S平方 等於多少 4 S平方等於4 你告訴我 S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真負2 你看 本來只有一個根叫做2 平方之後跑出一個根叫負2 這叫真根 對不對 所以你們以前在解題的時候 你們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們愛平方就平方 愛開根號就開根號 愛約掉就約掉 可是都不會想說 真的可以約嗎 真的可以平方嗎 贊助真的不會有問題嗎 這種東西其實都要想清楚 好吧 我們早上就先談到這裡 下午有些東西再跟你講清楚 來 家俊 謝謝